收集兄弟幫, 意義進入夜深了 請大家把你的電視機音量收拾 謝謝合作 最好把你的家庭燈熄暗一點 或者熄光, 誰知蠟燭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聽著羅永說的故事, 先過癮 羅永, 你好 老老, 你們倆這麼凝重 不過鬼節開始了 不要太提醒了, 我怕會吵到人家 鬼節開始了 你們兩個出家記得被人拍肩膀 不要轉面拍 我想拍我, 也是你 一定是支持者 不, 沒理會 第二天的新聞是范振峰很囂張 在街上叫他, 要簽名不理 不是, 肩膀很少, 叫而已 晚上, 如果有人叫你 阿范… 兩、三點, 你能拍嗎 阿范… 如果是老婆, 一定要拍 對, 好, 今次說些什麼 今次要分享一個台灣人 跟我說的前世催眠 其實之前曾經在大男生 分享過 有另一個台灣人 他跟我說一個關於 他小時候在家製作裁縫 關於他媽媽的朋友的故事 我分享過 這次是另一個 他本身就不認識我 但因為人們跟他說 這個女生經常說鬼故事 他有過自己的前世催眠很特別 於是他很有興趣 於是就告訴我 他自己的前世催眠經歷 其實我經常聽到前世催眠 就是說催眠後 就會知道你們前世、前幾世 不一定成功 對,不一定成功 聽到就知道你做些甚麼 下世催眠時有空嗎 下世催眠時不行 你還說甚麼都不行 前幾世催眠時推斷了 為何你今生有甚麼不開心 有些事情卡住了 但又聽到別人催眠了 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時 聽到別人說 他就知道了 反而原本沒甚麼 寧願不死 對,知道了之後更加瘋狂 所以人們就會明白 為何你每一輩子 轉世時要忘記了這些東西 是 因為可能 大哥,我記得上一輩子 被刀堵死我 以後我看到刀就害怕 原來你今世 例如你爸爸的女兒 就是你這樣 然後再說一輩子 原來你真的… 是你老公 你看到爸爸怎麼辦 怎麼辦 對,就是那些甚麼 其實真的有類似這些東西 但通常很多人做催眠 不會貌貌然的 是因為他有一些… 譬如有些人有驚恐症 或有些經常很緊張 或有疾病 他找不到原因 於是他們才會有興趣做催眠 本來這個催眠 是真的治療他的症狀 但很多時候就有意外收穫 收穫是他看到前一輩子 如果你導向他好 因為香港也有的 但台灣也有名 台灣比較多 是否算是中國人發明的 不是,是鬼佬發明 是因為那個醫生 他真是催眠師 偶然發現這麼多人說的 不理會的 鬼佬也有很多信心 是因為催眠做了很多檔案 然後在一個外國很有名的電視台 正在做一個特別節目 是跟著這個醫生 在周遊列國找這些病人出來 是 很多東西不是巧合 所以先引發了西方 但台灣也有很多 台灣人相信這些野脈 他說自己的經歷就是這樣的 他做夢初期 經常是一星期一、三次 後來做夢一星期二、三次 但沒有很誇張 像故事一樣 天天發,無事無刻發 不是 又要練習一、三次 不是,他說是一星期二、三次 他的夢初期是看見甚麼 就是他看見 離遠有一塊地 黑黑黑的爛爛爛爛 但有一張長的木椅 完好無缺 坐著一個黑衣的女人在哭 那女人的手掩著臉 哭哭 他離遠很好奇 心裡有點不舒服和有點害怕 但他不明白 他在旁邊圍繞著他,走著看見他 但因為女人經常手掩著臉 他永遠都看不到正面 他不知道這是誰,但很熟悉 他圍著離遠,很害怕 又怕他發現 在夢中哭哭哭哭哭 後來發得多了 發得多了,他開始嘗試踏入那個… 對,範圍 再到他旁邊,沒事吧 對,但他還沒這樣走過去 但後來他已經夢到知道自己 我在一個夢中 是 當他…我又發這個夢 一站在場景,我又發這個夢 他說,我是發夢而已 不如我去看看 究竟是否因為我好奇這個女人是誰 所以我經常都發這個夢 不如這樣吧 我勇氣一點,我走過去看看她是誰 我便會不用再發這個夢 他便踏入那個場景 一踏入那個場景 地上的木燒到碎了 像是炭一樣 對 他便很奇怪 我走進來這麼響 那個女人也不管,我自己在哭 心裡不知為何越走越不安越害怕 走到後來很近時,就在夢中震了 我不敢,我不敢怕他這樣嚇醒了 他便意識到… 他意識到有點不對勁 因為他們在台灣的國民教育很厲害 就是靈異國民教育 有靈異國民教育嗎 不是,意思是他們很多人很迷信 媽媽又懂得拜這些、拜那些 很多這些東西,很多靈異 大家都家傳戶晓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 對,有些朋友也跟他說 你試試做前世催眠 因為他見他經常睡覺,說會嚇醒 他便當他是緊張的情況 看看是否看見他 我想他試了幾件事 有求神拜佛,試了幾件事 他做前世催眠的催眠師 也是那一科的 這些是屬於甚麼 都是催眠的 催眠還是神怪 他們有精神治療和催眠的 因為他要治療你的緊張和驚恐 他可能是正式的催眠師 他便去找前世催眠的醫生 嘗試看看我是否精神緊張 或是否在前世看見一些東西 他最初去做的時候 他很容易進去 但不是人人成功,不是很容易 那位女士 哪位女士 對,那位主角 他進去的時候 他夢到自己身處的地方 其實是法國 是很久之前,是幾百年前 我不知道他的幾百年有多久 可能是二百年或三百年 他說是一個小康之家 他記得自己是一間白色的房子 很漂亮 他有一個爸爸 他是爸爸媽媽 但他媽媽剛過世後死亡 他很傷心,他是小女兒 他很不開心,媽媽便死亡 交變了很安靜 他家裡是小康之家 外面有個小籠牆 他爸爸有一點點錢 未去到很富貴,但還可以 當時他第一眼 就是一落到場景 我明白了 我在這個場景 我也明白我的身世 不用說話 我也知道我媽媽死了 我也知道這是我爸爸 他在催眠裡的時間會跳 場景會跳,很快 當時他爸爸娶了一位新女人 這位女人是後母 這位女人最瘋狂的時候 她的樣子很隨和 她肥肥的,圓圓潤潤 那個年代女人穿得胸很厲害 很紮膽,很肥肥的 她的樣子很友善 她本來為家裡熱鬧,很開心 但這位女人經常來以後 視她為眼中釘 最慘的是她很快就有了 她一有了之後 她更加不妥她的存在 厲害了,有了 她本來小女就像木童一樣 只是去帶羊出去玩 羊乾花園,自己到處走 小孩子頑皮就過一天了 自此這個女人來了之後 她就變成是工人、勞卜 又要做這件事、做那件事 洗掉她 有些很無理的要求 譬如地根本不骯髒 但又要去擦地、拖地 變成灰姑娘了 對,有很多事要做 有很多怨言 這個人是不容易相處的 後來再過分得怎樣呢 當時她應該是十二、三歲 我想我們年輕 但可能她那年代已經屬於長大 那年代 因為始終她的父親也不是太差 不是太窮 如果我跟你說要把女兒賣給人做工人 你一定不願意 沒有這個需要 對,她用了一件事 她說我們家裡要用宗教去冤枉她 對,因為法國當時是奉順天主教 而且是一個道德年代 她說我們家裡應該要出一個很盛熱的人 令我們家裡更加… 聲音… 明星 她說不如這樣吧 我看她這麼乖巧 她對神學很有興趣 不如送她到山上的修道院 其實她是送酒,不想見她回來 其實她是… 那一刻她自己拿不到鑽 她自己真的小 而且其實你每天對我這麼壞 所以沒甚麼意見,沒甚麼聲音 就這樣送她到山上的修道院 因為這間修道院在山上比較僻靜 通常修道院有很多東西 包括有些孤兒也會送她過去 但很奇怪 那間修道院大部分都是年長的修女 她都是老年的修女 所謂年輕的修女 其實都說到三十歲 所以她送她上去時,她是最小 她是最小的時候 一到修道院,她的日子更難過 原來修道院的工作是更加瘋狂的 種田、裸水、洗衣服、煮飯 由早到晚做到你吐 又要祈禱、又要背經 原來你是沒有好日子過